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最后证实是由于家庭纠纷造成了闹剧 但是当时保时捷斯基的一具上车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在德阳也发生了一起绑匪当街拐走女孩的事件 一位路过的90后小伙迅速报警 并且驱车紧跟绑匪乘坐的奥特车 最终警方仅用六个小时就破获了这起绑架女孩案 警方赶到时女孩被紧紧地捆绑在床上 不过还好有惊无险 否则不知她会被拐到何处 她的亲人又会怎样的伤心欲绝 正是这位勇敢的90后小伙子救了孩子的一生 也救了女孩全家 近几年拐卖儿童的事件时有发生 甚至还有人当街抢孩子 这些监控视频的曝光 让孩子们的家长不得不警惕 可是拐卖团伙手段多变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终生爆汗 所以除了家长和学校 平时对孩子的防拐教育外 我们在路上遇到可疑人员接近走丢儿童的时候 首先要记下拐卖团伙的体貌特征 车行车牌 有机会就拍下他们的样子 然后迅速报警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紧跟拐卖团伙 您的一个电话 一个动作 就很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天使 让我们一起为拯救天使的人们点赞 看完本视频 欢迎关注留言 粉丝留言 我会在评论区逐条回复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弄脏了美丽的 我们下期再见 先休息一下 赶快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